- 欢迎收看灰色地带 - 别让真相不明不白 - 哈喽大家好 我是辉哥AK桃园布莱德比特 - 大家好我是卡特AK巴德威尔史密斯 - 大家好我是约瑟AK阿多梅倩谢 - 好的好的好的 - 现在我们要进入到主题了 - 快速的 - 就是我们到底还要等多久 - 等多久 - 特别教会常常在为一件事情 - 祷告的时候 - 不只是教会啦 -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 - 然后可能领袖会跟人家说 - 就是等嘛 - 我现在也没有答案 - 等最好的时机啦 - 到底要等多久 - 可能关于感情的部分啦 - 工作啦 - 或者是想要服事 - 但是却说要等候 - 好像每一件事情 - 还没有达到我们想要期待的事情发生 - 我们总想说用一个字就是等候 - 等候 - 到底 - 要等多久 - 要等多久啦 - 特别是我觉得这个时代 - 就是什么都是要快速 - 快速 - 对 得来速啊 - 我还要等多久 - 老板还要等多久 - 叫的餐什么时候来 - 或是外送啊 - 什么时候送到 - 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讲求 - 效率效率这样子 - 我要用最快的时间 - 达到我的目的这样子 - 不想等候 - 对 因为在这个时候 - 其实更难等 - 对 - 真的很难等 - 真的很难等 - 怎么说 - 我有 - 真的有很多的会有 - 他们也会说 - 我到底要祷告祷告多久 - 是 - 我现在生病 - 为什么神都不赶快医治我 - 对啊 - 为什么还要等待 - 生那么久的病 - 对 - 已经很久了啊 - 我洗肾或者我怎么样 - 怎么都很久 - 还要痛多久 - 对啊 - 然后你要叫我喜乐 - 等待 - 有时候我们都会这样子讲 - 等候神一定会医治你 - 是 - 我觉得这个也是 - 大家一直会有一个问号的啦 - 到底神 - 为什么不马上工作呢 - 难道神在这个所谓等候的过程当中 - 有什么旨意吗 - 对啊 - 对不对 - 那谈谈感情也是这样子啊 - 对不对 - 有的人想说 - 人家都有女朋友了 - 对 - 我难得出现一个女孩子 - 向我告白 - 对 - 我这样 - 我还不把握他吗 - 然后朋友就会说 - 你笨蛋喔 - 就这个了啦 - 就这个啦 - 你还要等 - 你也不看看你的长相 - 也不看看你对条件 - 就这个了啦 - 哇 - 那这样到底怎么办啊 - 现在想法是 - 您烂物缺嘛 - 对啊 - 想说有就好了 - 对对对 - 先求有 - 先求有再求 - 什么 - 先求有 - 反正试试看嘛 - 对啦 - 也许就 - 误打误撞就是真爱了 - 不是 - 我这样子问好了 - 我这样子问好了 - 比如说约瑟好了 - 对不对 - 约瑟 - 那你在一个感情当中 - 突然之间 - 有一个机会这样 - 然后我觉得约瑟上很棒啦 - 他会问 - 问教会的牧者说 - 哎 - 许可以吗 - 这样子 - 那牧师就跟你讲说 - 你要不要等候一下 - 祷告一下 - 祷告一下 - 你会怎么反应呢 - 如像刚讲的 - 如果机会已经来了 - 对 - 要等独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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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独 - 可是最重要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啊 - 那你也不带我们做这种祷告 - 然后也一直只是叫我们等候啊 - 再等 - 再等 - 牧师觉得怎样再等 - 牧师我已经35岁了 - 我没有办法再等了 - 再等 - 可不可以这样子讲啦 - 就是这样子讲 - 今天你在这个人会教会嘛 - 权柄之下 - 上集有讲过 - 既然你已经认定它是你的权柄嘛 - 那意思就是说 - 你希望得到祂的祝福嘛 - 在这个感情当中 - 那既然你把这件事情告诉祂 - 那即便你里面已经有 - 可能有一些 - 想要 - 想要 - 出击了 - 想要出击了 - 但是如果你真的渴望 - 祂能够上你的遮盖 - 能够成为你的祝福 - 也有这样的感觉 - 那是不是可以说 - 我们所谓的等候 - 不只是说我里面有没有这个平安 - 或是有这种想法 - 而是能够在祂的里面 - 也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确认 - 然后说对就是祂 - 只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 - 没有啦你不懂啦 - 领袖你不懂啦 - 你在拦阻我们 - 对 - 我们互相 - 我们是真爱 - 我们彼此相爱 - 我们祷告过了 - 对我们都有印证 - 怎么的 - 哇那这样 - 对于领袖你们怎么办 - 其实印证当然是好啦 - 对不对 - 因为毕竟这个感情 - 我觉得不见得是感情 - 或是你的工作也好啦 - 对不对 - 人家找工作 - 那如果你是在其中的人嘛 - 你是去谈感情的那一个人嘛 - 你是去做事的那一个人嘛 - 那当然就我们领袖的立场来讲 - 我们不希望你又犯错啊 - 你又跌倒软弱 - 没有想清楚之類的 - 那我们其实在这个角度就是说 - 希望你能够再想一想 - 再多宽广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- 因为有些时候 - 一时的感情 - 那个情绪 - 感觉起来的时候 - 会比较盲目一点 - 灯光门气氛这样的时候 - 对对对 - 会比较盲目一点 - 总是会看走眼 - 那所以就会告诉你说 - 等候一下 - 等一下 - 那所谓的等候 - 基本上就是希望你可以在祷告当中 - 因为祷告会帮助你 - 可以对焦于神啦 - 但是我所谓的祷告不是说 - 主啊 你看就是祂啦 - 主我把祂带到你面前不是 - 而是说主 - 既然我的未来都在你的手中 - 包括我的婚姻啊 - 我的工作都在你的手中 - 那我能不能把我的眼光就是 - 先定睛在神的身上 - 我知道就是不能太先入为主 - 当然 - 就是他 - 所以就是他 - 就是他 - 你的祷告的方向 - 一定就是都是他 - 就是他 - 我把他交在你主中 - 而不是说 - 如果我把我自己交给你 - 对 - 如果是他就是他 - 这样子 - 反而那个 - 反而变得比较那个 - 是 - 就是觉得就是他 - 那个方向就有一点 - 对啊 - 一定是偏颇嘛 - 一定要这个 - 这样 - 那你还等候什么呢 - 那个等候面移啊 - 认定他了啊 - 对 因为我觉得刚刚 - 辉哥讲的那个 - 我觉得蛮认同的 - 就是我们在 - 对于 - 在想要的时候 - 会突然会 - 被情绪牵着走 - 对 - 像我觉得就是有 - 那个 - 例如说想要说的话 - 有时候在情绪上面的时候 - 你想要说 - 你想要说一句很 - 气话的时候 - 那很危险耶 - 对 - 那有几次我忍住之后 - 我发现说 - 哇好险我没讲 - 是 - 好险我没有讲出来 - 那如果讲出来的时候 - 感觉一发不可收拾 - 原本事情可以很好解决 - 但是却变得更加复杂 - 是 - 所以其实我觉得做每一件事情 - 好像也是这样 - 为什么 - 到底为什么 - 领袖要叫我们等候 - 是不是因为 - 他看见我们没有看见的 - 一定 - 可能太冲动了 - 对 - 或者是说 - 他可能 - 可能 - 可能 - 看不是这么好的对象 - 或者说 - 这个工作 - 可能 - 你可能也做不久 - 对 - 或之类的 - 但是你说 - 领袖可能 - 你不能这样看啊 - 我们说不定怎么样怎么样 - 我觉得都有可能 - 也有可能你们就真的 - 就走了很久 - 但是我觉得 - 这段时间其实 - 个人的等候就蛮重要 - 是 - 对 - 就是你到底 - 你说等一分钟 - 那也算等 - 但是你说 - 对啊 - 我等了 - 我等了 - 但是 - 对啊 - 所以你说 - 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一段时间 - 对啊 - 还是需要 - 冷静 - 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看见 - 要冷静真的要冷静一下 - 要不然在那个火里面 - 有时候你在那个环境里面 - 你都想得很美好 - 对 - 可是当你离开环境 - 进入到现实的时候 - 你才知道 - 有好多东西 - 不是当下你的那个决定 - 是 - 我觉得也是需要等候 - 其实像这个 - 这个我们不只讲感情这个部分 - 服事也好 - 待会卡特可以讲 - 服事也好 - 我要分享的就是 - 有许多年轻人 - 在那个特惠情境当中 - 哇 - 那个罪惠啦 - 完全线上 - 完全线上 - 然后就会 - 完全弃绝 - 完全弃绝 - 我要把我的生命给住 - 生命给住 - 我把我的学校给住 - 对对 - 但是后来呢 - 后来就没有了 - 不了了之啦 - 所以有些是 - 等候一方面是去 - 考验你当时的那个决定 - 等一等有的人就等到冷掉 - 也是这样子啊 - 但是他火热 - 不能只有当下 - 而是要持续的 - 那个感动会 - 一直持续在你的里面 - 你会 - 就是你每次想到的 - 你就会一直往那个方向走 - 一定是这样子 - 一定是这样子 - 可能你分享一下 - 你有没有在等候上面 - 你有没有在等候上面 - 我等候全职的时候 - 如果这样子算 - 当然我们就很想一生 - 侍奉神 - 那可是在前几年吧 - 就我进入 - 进入到全职的前四年 - 或五年 - 那个时候神就跟我们夫妻讲说 - 你们要全职服侍这样子 - 两个一起 - 超兴奋啊 - 因为这就觉得你进入到 - 一个荣耀的呼召里面 - 不是每一个 - 每一个弟兄姐妹或者同工 - 都可以进到里面 - 到全职 - 那其实也祷告很久 - 那我们也跟牧者 - 就是真的 - 又跟牧者谈这些事情 - 是 - 然后什么时候 - 可是真的牧者他们都没有 - 任何的那个 - 他就说 - 就祷告好 - 就这样子 - 就这样子 - 所以那花了大概 - 四年多 - 快五年的时间 - 我们也 - 也不知道怎么办 - 就是里面那个火 - 就是每一年就更旺 - 一直角度 - 每一年就更旺 - 更旺 - 这样子 - 那到最后 - 真正出来全职的时候 - 感谢主啦 - 就是神工作嘛 - 因为我们想是这样 - 这样 - 可是神 - 确实用另外一种方式 - 来带领我们 - 是 - 那不是在原本的教会 - 而是把我们带出来 - 然后去牧养一间教会 - 这样子 -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 - 想像不到的 - 被扩张了 - 连我老婆就说 - 我怎么可能离开 - 我在这里长大二十几年 - 我不可能离开 - 想都没想过 - 对 都没有想过 - 但是神就是 - 为我们开路 - 我觉得 - 这四五年的等待 - 也是一个 - 会帮助你 - 磨练 - 凹练我们 - 然后进入到 - 神给我们的命定里面 - 我觉得这个等候真的是 - 很煎熬啊 - 因为你很想为主做 - 但是你又没有办法 - 但是神就透过 - 这几年的时间来帮助我们 - 对 - 所以我觉得 - 如果出于神的是真的 - 值得等候 - 我觉得神很特别 - 很特别 - 为什么祂 - 常常我们在讨论嘛 - 神为什么不一次就 - 到位啊 - 就让你成就了嘛 - 其实祂也有这个能力 - 可是为什么神要让我们 -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- 去等待 - 可是就是因为我们 - 如果没有等待 - 我们不会去经历那个 - 倚靠的过程 - 对 过程 - 对 你不会选择说 - 我要全心的给耶稣 - 把主权交给耶稣 - 可是有时候 - 因为我们等太急了 - 所以我们就会想要靠自己 - 对 - 我们想靠自己 - 就是说 - 反正我就 - 我就先做这个决定再说吧 - 对 - 可是就反而 - 失去了神 - 要给你远更大 - 就像刚刚卡特哥讲的 - 如果你没有等候 - 你可能直接执意 - 你是想要这样 - 对 或者是一直跟 - 对上有很多的冲突等等的 - 最后可能也没办法 - 有祝福 - 让你们成全什么等等 -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- 我觉得神的时间一定是 - 最完美啦 - 超过我们的时间 - 对啊 - 我就想到一个 - 刚刚卡特在讲的时候 - 就想到一个画面 - 对啊 像是一台 - 那个什么 - 赛车 - 对不对 - 赛车准备要起跑之前 - 那个赛车手就 - 它那个转速 - 让到最高的时候 - 一放下就 - 就冲出去了 - 有些时候在那个 - 等候的过程当中 - 可能就是在积蓄 - 你前进的力量跟能力 - 那个能力 - 蹲得越低 - 爬得越高 - 跳得越高 - 站得越高 - 摔得越痛 - 也不是这样子 - 转直直上 - 不要乱接啦 - 是不是这样 - 神的性是叫我们 - 等候是要让我们 - 蓄势 - 对 - 就是积蓄我们的能量 - 等候也是在找方向 - 就是你的方向定位 - 就是你会知道你的方向 - 到底要去哪里 - 方向定位 - 对对对对 -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感情 - 刚刚谈到的工作 - 还有在整个服饰的当中 - 我觉得等候真的是一个 - 很不容易的一个功课 - 就像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- 约瑟就在讲说 - 现在这个世代是这样 - 就是我们也是这样 - 就是素食啊 - 素食啊 - 你看我们读经也是很希望 - 感会素食啊 - 听信息也是希望这样 - 不愿意等候啊 - 怎么都是名字 - 人名 - 因为这个时代好像 - 迫使我们一定要做 - 往这个素食方面去前进这样子 - 不要 - 就是说减少失败的过程 - 快速成功的五大秘诀 - 我又想到一个画面 - 我有看那个画面 - 就像一碗饭 - 现在的人就葫芦吞澡 - 吃饱了就好了 - 但是基本上吃饭要咬40次 - 才会有甜味 - 那个味道才会出来 - 而且真的会对你有更好的办法 - 想到农夫在餐啊 - 都有 - 都有 - 在那个咀嚼的过程当中 - 会想到很多很多 - 身体也很难 - 会不会是这样 - 神叫我们等候一件事情 - 因为神是爱我们的 -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很清楚的一个 - 我们等候 - 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是被神爱的 - 对 - 那在这个被爱的过程当中 - 神有一个最好的计划要给我们 - 所以祂透过我们等候的这样一个过程 - 然后进入到祂那个最match的时间 - 然后在那个最棒的时间里面 - 祂要把最大的祝福给我们 -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一定要相信就是 - 当你的领袖 - 或者是你在寻求一件事情 - 你还没有办法去感受精力的时候 - 那如果这是神给你一个等候的学习的时候 - 我要鼓励你 - 你要相信你是被爱的 - 对 - 你不是因为得不着 - 你不会因为说我是不是被撇弃 - 所以好像求的都没有得着 - 那我还是要说就是 - 你现在得不着 - 并不是因为你不配得 - 而是在上帝的眼中 - 你是最配得更好的 - 所以在那个等候的里面 - 是会帮助我们去 - 经历神更大的祝福 - 对 - 根要下去的时候 - 才能够长成大树嘛 - 对 - 如果只是快速的 - 就想要完成一件事情 - 会不会 - 可能当下你有得着 - 做不好啦 - 但是做不是最好的 - 结果也不是最好的 - 就像现在一人爆红一样 - 对 - 那也是谈话一线 - 谈话一线 - 对啊 - 我快速达到顶峰 - 但是我一定摔了 - 我在最高峰的时候 - 也是我最低谷的时候 - 哎呦 - 哎呦 - 这句话真的是 - 可以吗 - 辉哥刚刚讲了 - 所以我有一句话进来 - 怎么样 - 神非常爱我们 - 但祂不溺爱我们 - 哎呦 - 触摸了我们的心了 - 真的 - 对 - 所以有些时候神会 - 拦阻一些事情 - 对 - 是因为祂真很爱我们 - 保护我们 爱我们 - 让到那边为什麽 - 学习那个过程 - 对 一定要学习 - 还是要把一些属灵的功课 - 扎根扎吻一下 - 扎根扎吻 - 你才能够分辨 - 我觉得 - 才能够分辨 - 要继续坚持 - 对 我们真的不要当属灵的盲剑客 - 哎呦 - 真的 - 太厉害了 - 一定要有方向 - 所以等候是必须的 - 我觉得 - 没错 - 今天如果要做一个结论 - 我觉得在任何的事情的当中 - 我觉得神给我们的一个功课 - 就是等候 - 等候 - 会结出忍耐的果子 - 当我们忍耐的时候 - 我们就能够等到最好的一个果子 - 就是在我们的当中 - 所以继续等候吧 - 如果你现在还有很多的事情在寻求的 - 我鼓励你继续等候 - 因为我相信神的时间绝对不会务实的 - 没错 - 神在你身上的工作 - 绝对不会是最差的 - 一定是最好的 - 一定是最好的 - 好 -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 - 请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启 - 铃铛 - 也不要忘记 - 每周三晚上六点 - 准时收看我们的灰色地带 - 灰色地带 - 下周见 - 拜拜 - 张统 - 欢迎订阅 - 万岁 - 张统 - 张统 - 我们在这儿 - 竹子 - 维